那既然要吃甜點的話 想必一定要有一杯好喝的咖啡 嗨 大家好 我是無泰 我是無爸 我們下次見 還沒啦 還沒開始就要結束 今天這麼早 把我挖起來要幹什麼 因為我去買這個 全年的時候看到這個 京都風魔場 看起來好吃 最後就買了 所以你買了甜點 要來開箱甜點的意思對不對 對 那開箱甜點 因為你開箱的時候視率都比較好 真的嗎 今天要開箱的甜點有兩個耶 就是我從裡面挑 我覺得看起來最好吃 它有一系列是不是 對 它就是一整年起來是綠的這樣 一整個冰桂 那既然要吃甜點的話 想必一定要有一杯好喝的咖啡 還是沒成這樣 對 今天拉了一個洋蔥給大家 泳澤拉 就來開箱吧 給你講 雨滋茶一層酒又會冷京都 好 那是我講好了 今天要開的這個甜點呢 它是來自於這個玉堂食品有限公司 底下所出的一個叫做 VSuite的這個系列 那聽說VSuite裡面有九個產品 對 左右 有什麼 奶凍卷 裡面有富士山的 然後還有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對 好 那要去Google一下 這九個產品當中呢 吳泰他買了兩個 這個包裝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有味道 它是綠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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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面還寫著 京都的這個宇治茶 伊藤酒又味門 那既然都標上了這個京都宇治的這個名字 想必它的抹茶可能是來自於 對啦 它是跟那個京都 跟之間合作的商品 人民商品 好 那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吧 今天準備的兩個 在你們左手邊的這個 是 濃醇蜜抹茶布丁 在你們右手邊的這個 是 抹茶的這個 紅豆千層餅 可麗餅 那 千層蛋糕啦 Klebes 可麗餅 千層 那這個是什麼店 阿斯基布里 所以是什麼 濃厚的抹茶 阿斯基布里 就是濃厚的抹茶布丁 好 那我們要先吃哪一個 我們要先吃哪一個 感覺 感覺哪一個比較甜 感覺這個布丁應該要第二個再吃 所以我們先吃可麗餅 好 那 就來囉 首先它的包裝非常的好菜 這樣一拿 就拿出來了 紙盒取下來之後呢 裡面有一個黑色跟透明的塑膠殼 那我們的可麗餅千層餅 就在裡面 那這個塑膠殼 哇 其實也非常非常好開 輕輕的一撥 就打開了 那塑膠殼打開來之後呢 就像一般的蛋糕一樣 它都有放上兩片這樣子的 這個塑膠墊片 然後預防蛋糕 可能在搬運的過程當中 不小心會跟隔壁的朋友 產生痛狀 跟擠壓 或者是沾黏 那取下這個塑膠套之後 就可以吃了 如果小朋友在看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這個塑膠套一定要取下來 母爸爸小時候吃壽司的時候 那個壽司旁邊 沾醬油的地方 都會放一個綠色的小葉子 它是塑膠做的 我不知道 我以前是曾經不小心繳了很多片 後來媽媽跟我說 能不能吃 所以這邊把正確的觀念 跟大家講 好 那可麗餅呢 現在就在我們的眼前 給大家近距離的看一下 有沒有到千層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這看起來應該至少有個十來層 上五層下五層 中間有紅豆跟像是奶油 抹茶奶油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的紅豆 是用老鷹紅豆 老鷹紅豆是什麼 是老鷹在吃的紅豆嗎 對 就是沒有農藥 真的假的 對 老鷹紅豆是因為 就是因為沒有農藥 所以老鷹會去吃這些紅豆 所以它不是有把它提名叫老鷹紅豆 就是因為這個紅豆很大顆 跟老鷹一樣 大家才叫老鷹紅豆 那其實可能好不好吃 大家如果知道老鷹紅豆的由來的話 歡迎你在底下下方留言告訴五太 老鷹紅豆到底是 為什麼叫老鷹紅豆 那我這邊還發現它在設計包裝上 有個小小的巧思 這個黑色的塑膠殼裡面 居然有刻出兩個三角形 那它的千層蛋糕剛剛好可以做在裡面 這個吃完之後呢 你可能也可以拿來放起司 之類的 當作一個容器 很漂亮 好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由五太鮮來吃我們的第一口 我要這個 有嗎 有嗎 不錯 快點 哈哈哈哈 要吃這一罐裡面有幾個 常常它裡面的層次 首先在 叉子叉下去的那個 瞬間 彷彿真的可以感受到 你切了好多層 那它最上面這個這樣 乍看起來好像是硬的耶 但是是什麼 等一下跟大家講 感覺可能是 抹茶巧克力還是什麼之類的 它聞起來有非常非常 香的這個抹茶的香氣 我們吃看看 它上面這個印印的好像是抹茶巧克力還是什麼樣的材質 但是,它應該說很符合台灣人口味的一個甜點 因為其實這個甜點,一般來說 我們去日本吃東西的時候,日本的甜點糕點都會做得很甜 那你一定要配它的一杯茶,我是配個咖啡 可是這個吃起來它的味道其實非常非常的淡 沒有太多的甜味 那抹茶的香一直存在你的嘴巴裡面 即便我剛剛喝了咖啡,吃了這兩小口下去 抹茶也是在整個嘴巴裡面都冒出來 那那個紅豆,老鷹紅豆,它其實是甜的剛剛好,不會過甜 那那個奶油基本上只有一點點淡淡的抹茶 它還有一點點的苦味 所以吃起來整體來說是一個中和度很高的一個甜點 還不夠,這是第一個全臉 沒有沒有,我覺得你沒有吃到內餡 我沒有吃到內餡 好,我們來吃看看 有差哦 因為前面第一個那個,讓你覺得很淡淡的 就是你第一口吃的時候那個千層的尖尖的那裡嗎 尖尖的那裡,因為它裡面沒有內餡 所以你就覺得它乾乾的感覺 所以你第一口你要吃的 不管吃這一款的話,你要吃中間一點 中間一點這樣做啊 你就會吃到裡面內餡 就會比較好吃 謝謝吳泰的這個獎品 它的完成和更加重點 他說這個蛋糕是好吃的 但是你買回來吃的時候,請從中間開始吃 對 這個意思嗎 試這一試 好 那我們來吃第二樣 第二個呢 一樣是他們家系列的商品 包裝的感覺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要試的這個是濃厚蜜抹茶布丁 這我還蠻期待的 那好,我們把它打開吧 可不可以先喝口水然後吃醋嗎 打開之後 就是一個 塑膠的這個容器 下面是深色的 上面是透明的 那透明塑膠在打開之後呢 有個蜂膜喔 相信這個蜂膜打開了底下就是布丁 小時候吃布丁那時候 童年布丁不是拿人這樣 不搖嗎 有,怎麼樣 要不要搖啊 我不要,我跑又跑在一起的時候 好,那就開囉 不要說對你們不好 讓你們看 它打開的那個瞬間 哇 是黑的 是黑的 是綠的 是綠的 所以它整個整個 是抹茶口味的 是綠色的裡面 味道是 就是抹茶味 這樣看不出來綠,看起來是黑的 跟我想像的有落差 我以為打開底下會是綠綠的抹茶布丁 然後上面會 是一般布丁的顏色 有灑那個 黑糖 啊,密在上面 它密應該在下面吧 其實我覺得 它應該是要叫我們倒出來吃 要不然它為什麼要附一個透明的蓋子 好,來 美好的事情都要由吳泰先開始 哇 我覺得他質地還不錯耶 質地是那種奶酪那種 不是脆的 有看過脆的布林嗎 有喔 什麼感想 感想就是 不要買上一個買這個就好 我覺得這個真的比可麗餅好吃 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喜歡吃甜的 對 這個比較甜一點 就是如果你不是那麼愛吃甜的話 你就是買上一個 可是他除了甜以外 他的那個抹茶的布林很抹擦耶 而且他的口感跟 他有色色的 你可以感覺到吃到抹茶粉 那種色色的那個感覺 他抹這個布抹茶是香的 對 這一個產品很成功耶 這個好吃耶 這個好好吃喔 這個好吃 推 京都峰 黑蜜 抹茶布丁 期間限定的喔 其實我覺得他這一款應該是奶酪 他不是布丁 因為布丁 你用換想就是覺得他是脆脆的 脆脆的 為什麼布丁 布丁就是比較偏脆感的 然後奶酪就是這種 這個這種口感 你知道嗎 想必武蔡可能沒有吃過好吃的布丁 對 對 可以讓你一直吃真的是蠻好吃的耶 對啦 已經吃掉一半了耶 還不錯 這個好好吃喔 可以 好吃 那多少錢 42塊錢 這還不錯耶 而且這個下面有這個綠綠有幫助 這是醬嗎 跟下面還有東西耶 果凍 他這個口感就是醬菜不是布丁的 你自己吃 就是也沒有到果凍 就是脆脆的那種布丁 這是布丁 這不是奶酪 所以它其實是 欸 我不是很喜歡下面 最底下那個 可是你怎麼這樣挖起來吃的時候 口感的話你比較多切實 簡單來說 它這個布丁倒出來裡面有大概像三層 對 的這個夾層 那在最下面 應該說打開來最上面 迎接到你的那個地方 它其實是有點這樣子透明的 好像果凍的感覺 那在中間 才會有這個沒有茶色 淺綠色的這個布丁 然後最上面就是黑糖的那種 那個 混在一起吃 是可以接受的 好吃 那所以你要下節肉 放逸期間 它要多買一些布丁 回家配你的Netflix 拍上配電影吧 那如果有出門的話記得戴口罩 回到家記得要請洗手 祝大家身體都健康 這個 武漢肺炎 冠狀病毒 可以趕快結束 讓我們世界回過正常 那你最近看待可以是最喜歡的那個東西 我最近看了一些 就是歐美的印記 其中很好看的是 西班牙的一個印記 叫做脂肪子 La Casa de Papai 好好看 它有四季 對啊 如果還沒有看的話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追看看 紙房子 就是紙座的房子 是西文的這個影集 有四季 每一集都精彩 從來沒有底草 每一集都是高草 會讓你自己想要看下去 一集大概四五十分鐘 好看 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 好 不要 做什麼 好爛喔 這樣會好吃的感覺嗎 就不錯 因為我還要 不是因為我還要 有草莓那些 吃起來不會 不是草莓那些 紅豆那些 就跟你感覺 你在一直吹 就的味道一樣 好吃嗎 很好吃